3.22先祖聯盟剩不到一個禮拜就要開始了齁 不知道大家準備好了沒 那該請假該辭職的就趕快寫請假單 寫離職單了 最近有一些朋友來問我說有沒有在賽季前 就可以先做的一些準備前置動作 讓你在拓荒的時候可以過得更舒服 或者是有什麼可以省時間的技巧 那其實是有幾個的齁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幾個小技巧 還有分享幾個網站 都是在你新賽季拓荒的時候非常實用的撇步 記得要收藏起來 這是每個賽季都通用的啦 就算你換了一個新賽季一樣可以讓你一直沿用下去 你就不用在每個賽季都來找來找去了 那先講一下第一個 第一個的話是去建議你去你的標準區 把你的倉庫整理好 賽季倉庫的排列位置是跟你的標準區一樣的 所以你只要到標準區把你的倉庫位置 全部都放好 到你喜歡的排列這樣放好 你進入賽季聯盟之後 你的倉庫就是照你標準區這邊來排列了 你就不用每次拓荒的時候還在那邊整理倉庫啊 那也是蠻浪費時間的 第二個的話就是利用關鍵字去篩選一些商店NPC賣的裝備 在拓荒的時候尤其是第一張或者是第二張的時候 你常常要找一些你角色需要的動射 還有你角色需要的一些裝備連線你會找的 馬鈴灰灰灰啊 眼睛花花的 那你就可以事先用一些關鍵字把它複製起來 進商店之後你直接貼上字串 你篩選的裝備就會直接顯示出來了 省區很多你在那邊找裝備的時間啦 那這邊有一個網站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我會打在下面的說明欄那邊 使用方法也很直覺譬如說你要找三紅連線的裝備 或者是找三綠連線的裝備 然後你上面這邊把它複製起來 Copy起來 你進商店之後去找商人 然後把它貼在這上面 它就會顯示給你看了 像這個就是三連的裝備 這個就是三紅的裝備 三綠的裝備 它就會顯示給你看了 或者是這邊也有用是跑速 10%跑速的鞋子15%跑速的鞋子 那這邊的話是加1法杖 這個就比較少遇到啦 主要都是用這邊 洞色連線這邊 那這邊的話是選說你要什麼武器的基底 譬如說你要找斧頭啊 你要找弓啊 找法杖 找匕首 你就自己在這邊點 點好之後你在這邊複製起來 再進去看 它這邊就會顯示出來了 那這個網站不只說找這個商人裝備好用 它其實它別的地方也蠻好用的 像是找這個地圖篩選的 你也可以自己去選 你不想打什麼 譬如說 反傷啊 反元素傷害 那個反物理傷害這個 你可以自己選起來 然後你在這邊複製起來 再進你的這個地圖頁那邊去 把它打上去 它就會顯示出來了 其他還有像這一個 這邊的話這個是 就是那個關南的賭博啦 這個就比較少用 那還有這個是 捷盜的契約篩選 這邊你可以去用 還有藥劑 藥劑篩選 這個是野獸 野獸篩選的 這邊都蠻好用的齁 如果你想要知道這個 證者表達是 更多資訊的話 我建議你去看這篇文章 作者是這個HUFOK 這個是 他是香港人 不過他也是做了很多 POE的影片 那他這邊有在教 你就自己去 這個他的Youtube這邊看 還蠻有用的啦 但是蠻複雜的齁 你要慢慢看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 POB POB的話因為 這一季對人物的一些技能 什麼改動的就比較少 所以你現在在網路上看的一些 3.21的攻略啊 或者是3.20的也可以啦 但是最好是找比較近一點的 像3.21的攻略 你幾乎都是可以拿來3.22來用的 就是如果你要玩哪隻角色 就存起來啊 這邊你就稍微先看一下 你進那個賽季之後 你就不用說 像新手很多會 他點一點不知道會點去哪裡 他就在那邊慢慢看 我新手時期就是這樣 一點一點看 升一集就看一次 那你現在就可以 把這個POB存起來 你升級了之後就直接 造成他這個點 這樣你就不用一直 來回看了 那第四個的話是 熟悉一些章節的流程 因為新手拓荒劇情的流程 都是固定的 所以他一定會有一些最佳路徑 最佳路徑的話 我是建議你來幫他看這篇文章 這邊有幫你整理了一些章節的追加路徑 按這個就可以省去很多時間 然後你也可以自己用副本 自己去加 譬如說你想要拿什麼寶石啊 想要拿什麼裝備 你可以自己在這邊加上去 你新建一個副本 就自己用 看這個省掉的時間還蠻多的啦 你不用去跑一些 不必要的支線任務 或者是說 忘記去拿一些道具 或者是忘記去解一些迷宮 你就要回頭再去解 就比較浪費時間 對新手來說還蠻有用的啦 但是老手 就看看吧 那第五個的話 是像這個四級交易的部分 你可以先把你角色的核心裝備 購買清單列出來 然後利用這一個 TFT TRADE這個 Google網頁的擴充功能 來把你這些裝備記憶下來 那如果你是玩國際服的話 你可以先去找一些中文化 像我是用這一個 POETRADE的VH這一個 那這個四級的新增 這個頁面的功能也很簡單 你只要打上 你想要找的那一件裝備 那這邊出來之後 你點這裡 新增過來 它就會幫你記憶下來了 那記憶這些清單之後 你到了新的賽季啊 你只要把搜尋器的這邊 你記得把這個聯盟改掉 改成先祖聯盟 3.22那個聯盟 然後你再去找 譬如說我現在想要買這個盾牌 點過去 它就直接幫你記憶下來了 你就不用自己再一個一個輸入了 比較常用的是一些傳奇裝備啦 然後珠寶啦 還有一些覺醒技能啊 一些碎片通貨等等 這樣也是一樣可以省很多時間 而且是你現在就可以開始做了 你先把這些都記憶下來 到時候進了賽季 譬如說你已經打完十張了 你開始要買一些你角色的核心裝備 你就直接點一下 它就連過去了 你就不用一個一個慢慢找了 而且這個是 往後賽季一樣可以沿用的啦 算是一勞永逸 你現在就馬上開始用 你之後就是一直累積下來 你以後要找 馬上就找得到了 像這樣子找這個白袍 你就不用自己在那邊打了 點一下馬上就出來了 很快啊 再來其他的話 你可以去找一些 像這個網站也蠻好用的 這個是天賦模擬器 或者是有一個是 語圖天賦數的模擬器 這邊也可以來看一下 也可以先來點 先模擬你想要3.22語圖天賦 你想要走哪些收益策略 你可以先點看看 然後花了幾點 你可以先自己計算一下 不過這邊的都是英文啦 如果你懂英文的話可以來看看 這個也蠻好用的啦 因為它直接列出一些 最佳路徑給你選 你就可以用最少的點數 直接走到你想要走的那個點 像它你走這一點 它就直接幫你計算 最佳路徑就是這裡 還有那個 語圖天賦也是一樣 你可以先點 它會告訴你最佳路徑 像這樣走過來 它會告訴你 最佳路徑9點就1 這樣子走過來 最佳路徑是9點 就1 2 3 4 5 6 7 8 9 它會算給你看 那今天介紹的差不多就是這樣子啦 這一些小技巧小撇步 都做到為你在賽季開始的時間 可以省很多時間 可以省很多力氣 不要小看這一些好像沒有什麼 你覺得 你覺得好像只省個一兩分鐘 你全部的動作都加一加 累積起來還是蠻驚人的啦 機掃成多有沒有聽過 就是這個意思 我問你機掃後面接什麼 蛤? 機掃後面接什麼 機掃成多 對 機掃畫坦 畫坦 哈哈哈哈 機掃畫坦 好今天分享差不多就到這裡啦 那我們就 3.22先組聯盟再見啦 好大家掰掰